最強東北季風要報導 預計今晚就會從北台灣開始轉為優雨的天氣 明天中午以北將會一整天變得深涼 至於週三 週四 到時候雖然天氣已經轉乾 不過是乾冷 可能會出現12到13度左右低溫 一直到週末才會回暖 在變天之前 很多民眾今天早起暖胃 到三窮的老字號米粉湯來一嘗鮮 帶你來看 白煙鎮鎮 這北泡泡的米粉 不只Q彈 最精華的 還有這溫潤湯頭 在打點鋼琪鍋的黑白切 三窮這50年老字號的米粉湯25元就吃得到 不少客人都說 欸 就從小吃到大 差不多最少一個禮拜一定有來一兩次 我老公都很習慣在這裡吃 所以我都幫他拿 以最美味的方式給客人 我們可以承受的範圍 我們就盡量 一早來短短胃 因為入夜後 這真的會有冬天的感覺了 被譽為入車後最強的東北季風 七號晚間報導 週一以及週二這兩天 冷空氣是相當的強 還有華南雨區東雨的影響 所以水氣來講的話 大致上從明天凌晨開始 就會逐漸的增加 雨具今晚就得備著 尤其週一上半日 中部以北 東北角一帶呈現濕冷 中南部山區同樣零星短暖陣雨 至於穿著 接下來得一天 穿得比一天厚 水氣也會減少 因此呢 週三的晚上週四的清晨 還有週四晚上週五清晨 冷的方面大致上是屬於 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尤其是北部東北部地區 感受上是特別明顯 北臺灣猶如跳水般溫度掉了十度有 週一高溫還勉強有二十一度 接著週二到週四雖然轉為乾冷 但全天溫度只有一字頭 尤其週三週四清晨平地約十四度 空曠地更不排除只剩十二到十三度 預計週六白天後才會逐漸回溫 高山可能像產生霧松 露面結冰 是有可能的 立東剛過這冷得很有感 除了外套得穿暖 東一東北也可以拿出來隨時應戰 這段也是 這段也是我們新北村的 北部東